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15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答疑和实作 张医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老师我们今天答疑的部分 有两个提问 第一个是 大面积圣积水 医院要求切除幼肾 尊敬的张钊汉医师 我是大陆原始点践行者 做原始点已经有十年之久 我们孩子在怀孕的时候 彩操检查大面积圣积水 医院要求流产 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昏迷 医院要求住重症监护室 我没有同意 自己温呼后 然后刺激他身体就醒了 第二天我们就出院了 后面孩子肚子比一般孩子大 体能啊 体能啊生活都一切正常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 就是肚子大 今年上一年级 老师不让上体育 家人朋友都劝我们去医院检查 昨天去医院检查 我妻子就不停流眼泪 医生说孩子的肾积水严重 右肾已经没有用了 需要切除右肾 我们想去见您 老师这个是写信来基金会 请问张医师要怎么样处理 请老师答疑 好 这个患者小孩子 如果一开始就从果致病 去切除 这是属于破坏性的治疗 以原始点的角度 非到不得已 是不做这样的考虑 那一开始原始点是比较强调 不要用侵入性 也就是从因致病 是最安全的 也是最保守 那面对这样的患者 如果说他已经肾积水 那肚子也大 从重病的角度来分析 他应该算是显向到命危之间 但我观察他的体力还不错 所以应该还可以治疗 那原始点应该怎么来 处理这样的患者呢 第一个就是大面积涂浆粉 怎么大面积呢 就是在他的肚子还有背部 然后大面积就是用我们最近教的 那手一定要贴紧 背部然后稍微往下按往前推 然后如此推到干掉 干掉之后 再来涂一次 再来涂一次 那热源就可以渗透进去 那这样对患者就起到既有按推的效果 又有让热源进去 然后再来配合按推 我相信对患者而言 应该会有改善 那什么情况才要考虑 从果治病呢 也就是当你外热源这样食用 然后再来配合内热源 然后再来配合内热源 按推配合 然后再要求孩子锻炼体力 经过如此努力下 我相信一段时间会改善 也就是当你处理经过三到六个月 完全都没改善的情况下 尤其六个月了都还没有改善 我们再来评估是否要从果处理 那从果处理是人一劳永逸 这个再仔细评估 那以目前的阶段 我是不认为一开始就要从果治病 我对这个孩子的建议是这样 谢谢老师的答疑 那我们接下来是提问二 老师这个的提问 它是手部长肿瘤 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得到 手上的这个肿瘤 那我们接下来先放这个影片 那影片里面关于它用姜粉止血 那但是姜粉涂得很厚的姜粉 它还是一直在出血 那看它也包裹起来 撒了很多的姜粉 按推的视频也在里面 那请老师先看这一段 它操作的视频 再请老师来答疑 好那我们现在就放这一段影片 这边还在里面 这边还在里面 这个里面还不好 就他们的 简单 很好写 我把你承干净了 然后再帮你来吹干净 对 那我们在里面 好 这段影片就播到这边 老师请您答疑 这个患者 第一个要先看他整体 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局部 就是手的部分 这个怕这样会影响整体的诊断 第一个原始点的诊断 到重病来 第一个要看患者 到底脸色怎么样啊 形体怎么样是不是有很瘦啊 然后行动有没有很 已经影响到了 还有饮食方面 这些都没有资料 包括他吃的下吗 这些都没有 然后只有局部来回答 这样是有 会怕蚁片盖全 所以第一个我们假设 他会流那么多血 也许现在来看 他已经面无光泽了 不像一般人 可能甚至脸色长白 然后甚至体力也不好 都不想动了 整天都窝在家里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看他这样患者局部 我来推测 然后他流的血又那么多 所以照理讲 应该他这些我刚刚考虑的 都有可能 那如果说已经体力很虚的话 这个怎么处理呢 第一个 要加强内热源的补充 因为他一直不断在流血 你一定要喝姜粉泥 那热源的补充 一定要能吸收进去 所以这个又有关系到 患者有没有在运动 这些补充的进去 那热源够了 他就能修复 而不是像我们图片看到的 就是局部一直将粉泥 在止他的血 原始点不用止血的 因为他会流出来 就代表他还是有血 但如果流不出来 他身体也会去调控 血不够的话 他就不会流那么多 那什么情况下 才能判定说 这个患者可能不能再这样处理 比如说你重阴处理 以我们看到他局部那么大 那个稍微要按推 但是我看刚刚那个按推 好像也没有动到 他就一直在流血 照理我们按推的作用就是 找到痛点 周围换处 而不是去按那个肿瘤这么大的部分 是在他的根部找 那如果你怕他出血的话 他肿瘤会长得很快 因为他不通了 反而会长得很快 像这种患者我也见过 所以一定要让他流血 流血不要怕 但是你要问你补充的够没有 就是热能你补充的够 如果补充不够 那很可能就会恶性循环 在流的过程中 他体力就会越来越稀 甚至会有疲惫 然后不想动 然后再严重一点 甚至你帮他处理的过程中 他还会有其他症状 比如胸闷甚至呼吸困难 那就影响到整个循环 所以这些我都没有资料 所以我只能就这个患者来评估 如果有 那你要赶紧用原始点 还是要把他出这些症状改善 那至于患处的部分 你只要在他周围找出痛点 然后按 然后按了 因为他会加强局部的循环 所以该流出的血就让他流 也就是流出血液也好 或组织液也好 那患者只要有热能够 他自己身体就会去调控 就会止血 而不是姜粉有止血功能 姜粉怎么会有止血呢 所以这样的看哪里流血 就撒姜粉在上面 那是不可取的 然后再来我看他又有包裹 就是用纱布包裹 其实这些伤口都应该要干爽透气 这些在重病处理都不断的强调 这样包裹对修复也会有伤害 所以等于这样的处理 我认为很多地方都需要改进 那如果患者身体已经很虚的话 应该是以补充热源为主 还有敷姜粉泥是涂周围 而不是你去撒 撒在那个伤口上 把伤口堵住 这些都不对的 涂周围的姜粉泥 然后配合稍微的按推 因为你一定要稍微按推 按推热源才能够渗透进去 才能修复体伤 你只是摸来摸去 推揉的话 它热源进不去 就很难谈得上 它热源能够渗透进去来修复体伤 你即便涂了不配合按 热源渗透不进去 那个也是没用 所以我们现在在涂姜粉泥 为什么要三遍 就是你在涂的过程中 一定要稍微用一点力量 而且是瞧镜不要用蛮力 蛮力患者会很痛 稍微有一点点力 然后患者又能承受 绝对不要让患者感觉特别痛 然后也不要认为我说的 那流血是好的 因为肿瘤要消一定要流血 那你就让它大力按 然后按到它流太多血 这样也不行 所以所有的动作 一定要与患者能承受 也就是你在涂姜粉泥的时候 那个力大 然后看用巧镜 然后局部按不要全部 然后用大力挤压的绝对不行 按不是大力挤压 这个特别强调 一挤压血一流多 患者身体就虚了 所以你只能就局部痛点在哪里 把它找出来按一按 如果流出血来 那也没关系 就让它流到纸 但你就是要求患者补充热源 就是喝姜粉泥 随时都在喝 然后外面再敷姜粉泥 然后让它自动干掉 然后随时要 还可以的话 用一些灯罩 罩在患处 让它循环变好 这些都会对患者有帮助 那如果他没有流血液 肿瘤是不会消 好那现在就我再来做结论 如果患者身体还不错 目前体力还不错 那赶快补充内外热源 如果他因为经过长期的流血 已经血不够的话 那什么时候情况下 才要去输血呢 我看过像这么严重的患者 当你看到患者有一些其他症状出现 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他还有胸闷啊 或是头晕啊 然后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 你帮他按 然后按完 他好像也没有改善 然后热源进去 他也改善不大 然后月按 甚至按完 他稍微说稍微疏 然后又很快又凶闷了 记得血不够常常会凶闷 所以如果育有这样的状况下 很可能 重阴不能解症的时候 有时候要配合西医的输血 从果治病 然后输血够了 再来照我们原来的按推 但绝对不要想去指他的血 血是不需要指的 而且按推本来就一定会流血 因为流血肿瘤才会消 那你现在又怕他流血 又要让肿瘤消 那整个逻辑就矛盾了 所以我的建议 处理上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不能包长 第二个伤口不能撒姜粉泥 那姜粉泥是涂在他 这个肿瘤的周围 如果你怕他流血 我说过 那个肿瘤会长得越来越快 所以为什么他会那么快 可能一开始 你们的观念就不是很清楚 就是怕他流血 然后又用撒姜粉泥又包裹 那这样对这些肿瘤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我的回答就是 以目前我看到的他局部 我就这样回答 但是这一个患者其实已经这么大了 我相信还有其他的症状 但都没有提 我也看不到他的整体 所以确实在评估上有一点困难 不过这么大 依我的经验 一定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主 记得不是强调在按推 是以补充热源为主 然后患者本身也要稍微运动 然后让那个热源可以吸收的进去 这样才重点 好 那我暂时就 这个患者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老师的答疑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实作的部分 老师我们今天就播放一个 您按推的一个案例 耳下肿瘤的 我们先播放老师这一段影片 好 我先让你们了解 他大概现在走到什么地步 这个一定要判断 就好像西医他会跟你讲 他病情到什么程度 他不属于轻重症 他已经到重病 那这两个最重要的分野就是 观察有没有体力虚弱 如果有就是重病 那他符合 所以他已经不是一般轻重症 好 那再来 这是一般的重病 体力虚弱就是重病 那进一步会怎么样 显像已现会什么 若体力缓慢下滑 表示热人越加不足 虽没有立即生死之瘤 但显像已现 也就是他体力越来越下降 那就是已经显像 他已具足了 所以短期恐难以恢复 这时候对他的抑后也是这样 好 那再来 如果他体力急速下降 这是第三个 然后表示热人严重不足 不是越加不足 已经快见底了那种味道 然后情况已不容乐观 所以我对他现在的判断 是在这里来 然后躺落又有 指示不下 排病困难 失眠 他刚好有 暴受 这个也有 刚刚在讲 然后高受 面无光整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也有 这几项他都有 然后 再来几节 什么 那个都是附带 都有 好 等症 不是全部都要出现 多个同时出现 且情况紧急 表示热人即将耗尽 命危险 所以我对他的判断 已经不是一般的险象 危险还不足以表示 他的严重性 已经进入到命危 但是他命危又有分 比如说有一些就会 突然间呼吸困难啊 喘处啊 他都没有出现 那表示怎么样 他到命危里面的程度 他还不是最重 还算可以就是尽力挽回 但是以他的情况 确实我书本上写的 就是以不容乐观 所以我为什么说 先问你们的 他的情况是这样 即便去西医 也是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不是只有原始点 但原始点的判断 会比西医准 这一点我敢保证 因为我一路在研究各种癌 然后他到最后会出现什么 你看他讲的不都是 我书本上写的吗 这些不是为他而行 而是根本所有人一定到最后 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好那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家属要了解 他也要了解 也就是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一定会走向最后的路 不一定 我说到命危 就是要很拼了 要很拼了 就是照顾人要很有耐心 其实一定是家属还有患者本身 共同努力 但到了命危 你看我刚刚讲的 他比你情况严重 但是他最近已经毁定下来 他是幸运 我说到命危 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幸运 也可能就是奔下来 但也有可能真的在大家的努力下而好转 所以他刚好就在这个关键期 当你运动完很累 然后休息完又很累的时候 这就够亮 你就用这样的比 你这样来测试绝对不会错 那所以运动就可以循序渐进 比如说我这样运动完虽然有一点练 那休息完精神更好 那代表这个量可以 那我就持续这样运动量 那一段时间越来越觉得 根本以后连累都不会 那就代表我还可以增加这个运动量 所以他的增减是 以个人的体质来做的 所以这个都是要身边的人 还有患者本身 要很细心的去观察 才能观察出这个量来 然后做出最好的判断 因为他一定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而做出不一样的那个运动 所以他这个三百拜 我认为你可以一次拜完 代表有一件事他体力还不错 即便已经在急速下降 但还有一定的体力 那代表你其实短期间死不了 到命为一般是随时都会挂 但是他不是 他是刚好进于显像跟命为之间 他已经从显像已经进入到命为 但没有命为的后续呢 那种危急情况出现 比如全身动弹不得啦 甚至水肿啦呼吸困难啦 他这些都没有出现 那代表你还没有到真正的命为啦 好那遇到了这个状况 我们才有办法 第一个我就会开始要求 要求怎么样 患者本身喔 不要再想太多了 因为你想太多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第一个如果你要去西医 他不外就是切除肿瘤啦 我们这个都可以意见 然后再来就是化疗 甚至电疗啦都会各种 然后问题你经过这些 你现在这么瘦弱的身体 你承受得了吗 这个一定要自我评估 我说不要人家讲什么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那我今天只针对你来分析 那如果你评估啊这样不可行 好那我们用比较保守的方法 原始点是最保守 完全没有破坏性 没有一种是破坏性 只是给你一个热源 然后叫你乐观一点 然后叫你运动 然后不要想太多 因为你越担心你一定睡不着 它一定会从身体影响到心理 然后再从心理再进一步 让热能不足又影响身体 所以它不断的在循环恶化中 它是这样来的 为什么会长肿瘤 一定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体伤就是要把它找出痛点来 来按推 那热能不足就是如何让你吸收 就这两方面我们在努力 那你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说吃姜粉泥最近暴瘦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这个量 我第一个要回答的就是 姜粉泥因为我刚刚已经讲 是全球都在用 那个定的量 然后各种癌 他们也都在吃姜粉泥 所以我要回答的 第一个如果姜粉泥会让人家抱怨 我跟你一样都在喝姜粉泥 我自己也喝 不是只有要求你喝 我自己也在补充 第一个因为我觉得我年纪慢慢大 我需要有一点补充 那我一般的量跟刚刚那个老人家 他的量是差不多的 我刚刚也是喝完再过来 那如果我会抱瘦 我跟你相反 我身材差不多啊 我也没有 那他们很多都是喝的 那照理应该都要抱瘦啊 那姜粉泥第一个就确定 他没有抱瘦的功能 不会让人家瘦 那瘦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刚刚已经讲了 第一个重病 我最担心的第一个 就是脸色苍白 还有抱瘦 这些都是属于进步恶化 那体力也变差 你刚刚也有讲 那我说要看好转恶化 就是看这几种 如果连体力也变差 那都是恶化 我就明着讲 这里 那所以 不是因为姜粉泥而让你恶化 姜粉泥没有这种功能 它只是补充你 因为你脸色苍白 已经是属于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为什么要喝姜粉泥 就是补充你热能 如此而已 那补充它只是一部分 在我看吧 因为你不是补业多 它就能够吸收 不是吃业多 第一个 所以为什么我的书一定要这样写 还要配合运动 因为你有运动 然后吸收能力强 你才能够把这个吸收进去啊 还有还要配合心情的稳定啊 如果你每一天都担心害怕 然后犹豫不决 然后每天都在消耗热能 这个也会影响啊 它还能吸收 这时候我们加量 这是可以 所以它不是说你想加就加 这样在一个合理的度上 你就不会担心太多 所以我的建议是 30克 但即便要加也不要加太多 因为你加太多 你以我对你现在的评估 你也吸收不了 那何必呢 吸收不了就是一个负担 转过来说 抽在哪里 不一定耶 它位置不一定 都在肿瘤周围嘛 对啊 好 那会抽痛啊我就不能睡 就抽不住 这个我回答你 肿瘤本身不会痛的 100% 你们不用怀疑 它的痛一定来自于它主 所以一般是在这个枕骨下缘 枕骨下缘引起的 所以这里一定要按开 那它痛就可以减轻 所以我确信那你应该要加强 记得我讲 肿瘤本身不会痛 因为我就在研究肿瘤 各种肿瘤我都遇过 肿瘤怎么会痛 不会 真正痛 它一定有一个开关可以解决它 那要不然就是患处它有体伤 那患处把它按开来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找体伤的位置 所以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好 那如果解决你睡得着 可以 好 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找出不压力 痛点 他说这里肿瘤会让它痛到睡不着 抽痛 对 那这里抽痛 肿瘤既然本身是不痛 那应该痛点是在这里 那我们要解决 然后它刚好长到这里 好 那我来按按看 这一点痛吗 你看整个身体沉下去 然后这样才能够按得到 所以它也有痛点喔 他刚刚跟我讲 那你刚刚也看到 一点点痛一点点 但整个身体就热起来 头部就热起来 那代表的有效 我就可以判定 因为我按这么多人我也清楚 这个事情 但竟然要那么深 是少见 只能这样说 所以要处理它 还真不容易 你看 就是整个 然后按下去 一般是没有办法 我看我们志工要按到这样伸直 会很难 很难 我只能这样讲 然后又没有蛮力 我那个手是松的 所以不会给它造成压力 我的建议是把这个头发都去掉 要不然你手在磨它的头发 你手更容易伤到 然后你这样涂也比较好涂 我一定会彻底要求 因为它已经不是一般的 那你又要揉身 那以我这样我也会伤到 连我都会伤到 我即便手是揉的 因为我一直在磨它的头发 为什么原始点要从这里根部 就是找痛点 那刺激痛 它就循环变好 或是用姜粉泥 让它周围循环变好 那它让它自我修复 那如果这里循环变好 它抽痛照理也应该会改善 它就是 为什么 在中医当然是讲不通则痛 那在原始点就是它体伤 循环不顺畅 那我们把它弄顺畅 所以这里还是要推 那你们的推法可能 一般的手法不适合 就是我说 这个了 要用手肘了 然后手肘又不能满力 就是用身体靠下去 那这种力量 你手才不会伤到 要不然很大力 你别以为你伤害它 你自己也会受伤 所以它是顶下去 但是它这样确实是 没有感觉特别痛 你们别看这样很轻松 其实那个力量很深层 它竟然好像无动于衷 这跟一般的肿油 摸了就很痛不一样 很多按了这样就很痛呢 这根本就是不会痛 这个真的绝对是特殊 我只能说特殊 绝对不是常态的 我把那个 这里周围循环都按松了 你这里循环也会变好 它就不会抽到你这里 所以现在就是在想办法 帮你解决这里的问题 只要你睡得着 我相信你体力就会恢复 就不会再继续暴瘦 这里才是一个因 我们因今天也找出来 确实是深层的 不是都没有痛点 如果都没有痛点不可能 没有因怎么会有果 但是确实是深层 然后也要用特殊工具 才能按出来 你不管任何饮食 都不可能让它自动消 我也确定没有这种东西 但只能说局部加强 让它循环变好 循环变好 第一个让你睡得着 不再抽痛 我们以第一个目标这样 至于有没有变小有没有 这个已经其次了 因为它终究如果循环变好 我认为说不定它会破掉 有时候图南间就破裂了 我也看过很多肿瘤是这样 图南间你也预测不出来 但我们期待它破裂之后 但破裂蛮麻烦就是 它会留一些组织鱼 不断留你还要补充它热源 现在是不破也没关系 所以我们也不用说 一定要让它消 但是第一个它如果大 但是它没有让它不舒服 它睡得着 那不就好了吗 真的你这个就是要从这里加 工具也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你们的案法就不用再寻找 你们上影片都找不到答案 因为它今天特殊 所以一般的手法像这种啊 或是这样啊 或是这样都进不去啦 那个都白忙 他们应该也搞过 它那个体伤特别深层 然后不敏感 然后一定要整个靠下去 然后还要懂得用身体的力量 还有角度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规范都不一样 这样它会减轻它的痛 所以一定要找方法 我认为它的按法就是照我这样 我今天教你们的这样 我从来没有这样按过别人 我先声明 这个只适合它 然后用手肘 其他不能这样按 你们不要学的去按人家这里 那那个不能在这里用手肘 但它确实这样只有一点点感受 如果你用其他手法根本都没感受 它刚刚已经讲了 它说已给六个人按过 结果它说我才有感觉 但是其他都没有感觉 那代表它怎么样 那个是真的深层 所以它的手法也是跟别人不利 我是来我一摸我看 我就会突然间 因为做久了 我就会突然间想用手肘 不是说故意的 要不然这种患者 我也不会用手肘 但是这样按舒服吧 我这样按 因为我没有给他压力 我没有压迫感 就是靠身体那柔软的这样来回 这样靠下去 对不对 这样好像按摩对不对 又舒服又有一点痛对不对 不敢保证这样一定有效 因为你有一点点痛就有效 不是要很痛才有效 这样这个都可以按得到 但是它都有一点点痛 那我就确定 这个是有效的按推 不是完全没有感觉 它是有对不对 然后按完它会感觉很松 就是慢慢松掉 对 对 它体伤就会稍微跟上 这样呢 稍微跟上 稍微跟上 那边比较敏感 然后也不如我 那就对了 这样还是这里算是痛点 但 比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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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的敏感 就是压痛点本来就是敏感 这样说来 这个热 应该是从这里 周围我们 但是很难进去 它 它这个会软软 照理颜色已经变 照理是会破掉 但是它皮又很厚 如果破掉会对它来讲 不见得是坏事 但是 你看那个颜色明明就会破的 但是它那个 就好像 我们里面 因为我这样测试 它里面是乱的 应该有一些组织仪 它出来之后 它就会松掉 那肿瘤也许就可以 那个 但要让它有力量自己破掉 就是要刺激嘛 但这种刺激力量看来 不是很大 所以就只能说这样做 那它的按法 一般的手法是不行的 手肘 还只是一点点的 一顶爱涂浆粉 然后让热源 配合这样 渗透进去 啊如果你这样怕刮 还有一个 先按完再涂也可以 两者分开也没关系 啊反正你看看 现在这里都热热 你不信摸摸看 那代表有进去啊 然后这个热热温暖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有擦姜粉 擦姜粉 那如果这样效果会更好 也就是你涂完它附着在上面 你又按推它循环又变好 它这里的那是疏无的 老师这个耳下肿瘤的影片放到这里 请老师补充 这是我听到说 有肿瘤 但却没有痛病 我认为这个不可能 因为有症状必有体伤嘛 啊所谓的体伤就是压痛病嘛 应该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就亲自到水上 从台北开车差不多要三个小时 那到的时候我对他的评估是这样 他跟我讲当时我的情况 脸色是苍白的 然后他说姜粉泥 我们规定是一天三十克 他已经吃到六十克 一天的粉 那结果他也没有改善 而且最近暴瘦 突然间瘦下去 然后还有睡不着觉 所以基于暴瘦 还有脸色苍白 那我的评估 他应该是已经算是蛮严重 那至于暗瘦没有痛点 我是觉得应该不会吧 而且他也说 他之所以会睡不着觉 就是因为他肿瘤会抽痛 那我认为肿瘤会抽痛 那一定是枕骨下炎也有问题 因为他这个肿瘤已经把我们耳后 原始点的部位都已经塞住了 你也按不到 那所以我处理的方式就是 我认为他热源已经用到这么大 而且又暴瘦 他一直怀疑是不是吃姜粉泥吃到瘦 我认为姜粉泥也没有让人家暴瘦的可能 但是吃60克确实是过量 我觉得不是越大量越好 因为所有疾病不外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你补充那么多 但大家按了又没有痛点 我认为应该是出在按推的部分 所以那一天去我帮他按的时候 他有说有痛 但那个痛不是很强烈就是 那我就用手肘帮他按到深层 按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每一处他周围按都感觉有痛 那整骨下沿我也按 他的感觉就是都说有痛 但是不是很强烈 他都能忍受 所以我即便按到很深层 都是一路问那患者都是能承受的情况下 这样帮他处理 那处理完后我就叫他们以后尽量要涂姜粉泥 继续涂 然后用红豆袋把头部稍微包一下 让他温敷 那这样处理完之后 经过一个礼拜左右 他们又回到水上 那我这个患者我也蛮关注 所以他们就开始跟我回报 说回去之后 我按完之后 开始他就觉得周围很疼痛 然后也有肿大 那个肿瘤好像变大 然后再来他的感觉就是 好像那些痛点越来越明显 他有感觉稍微暗他就会有痛点 开始有明显 然后比较可喜的时候 我就是问他 他来到水上一个礼拜的过程有什么变化 第一个脸色变好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睡得着觉 第三个 体重增加了 那这个他正在暴瘦的情况下 经过一个礼拜 那他们家人回去虽然他有发烧 然后肿脏疼痛 那这个跟我书上写的一样 你按完硬结肿块之后 有时候会出现肿脏疼痛 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修复过程 是好现象 而且从他的体力来看 当然我按完回去那一天他很累 然后回去又因为发烧 所以他们来询问他们就叫他休息个几天 不要按 这个是对的 让他修复之后 那所以他睡眠也改善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该按的 按到深层 虽然当下没有很明确 明显 但是我这个跟我的理论 我认为应该会有痛点 绝对不会有错 那事后也印证了这个理论 就是他经过一个礼拜回来之后 他们现在都不用很大力 轻轻按他那些痛点都出来 可见当时候他的感觉是不明显的 也就是他头部啊 因为脸色也苍白 循环也不好 加上也睡不着 这些都是头部体伤严重 然后他没有感觉痛 不是因为没有痛点 而是因为他的感觉不敏感 感觉不明显而已 那经过我这样按推之后 他就痛点也浮现了 然后再来 我说经过这样的评估 重病处理我都有讲 重病处理不是看症状的大小 而是看体力 体力如果恢复 不要管症状 那他很明显他是体力变好 因为脸色也变红润 然后体重也增加 本来是暴瘦 那体重也增加 然后又睡得着觉 那对恢复体力绝对是有帮助 所以基于这样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蛮精彩 那如果没有按 为什么他找了很多志工按 然后都没有痛点 很明显 志工手法还是不到位 我的感觉 因为我那一天在按的时候 应该没有人会想到 在脸部我是用手肘按 因为他不明显 那一般很多人很可能是用顽骨啊 或是指节啊 这样去顶着按 那些都按不深层 而且效果也按不出来 那我直接就 我看他不明显嘛 我就找个位置 然后也不是叫他趴着 就是以当下我怎么样的姿势 能够按得到位为主 所以叫他侧躺 然后我来按 所以按完我感觉 那些痛点都有出来 为什么 他有感觉有一些痛 那之前他都说没有痛 那有一些痛 我认为这样就够 那果不其难 他回去就开始 经过深层的按堆之后 他就开始发烧 然后肿脏疼痛 然后之后睡眠就开始改善 然后慢慢睡眠改善了之后 体力也恢复 所以体重才会增加嘛 所以你这样来看 他之前用了那么多的内热源 你看他已经算是重病 照理应该是以热源为主 没有错 但是你没有按堆到位 热源进不去 所以这些即便他吃到60克 也是往南 所以我那时候有建议他 绝对不要一直加强内热源 反而在按堆上也应该要注意一下 那之后我的建议就是 尽量以30克这样就够了 然后如果要增加顶多到45克 我对他的建议是这样 那其他就是要叫他尽量热源补充 包括外热源 那他也照办 所以我他现在担心的是肿瘤变大 我认为那是一时啊 而且他已经变松软 他本来我去摸的时候 那个好像皮蛮厚的 然后很难 有比较硬 他现在也变松软 那这个在肿瘤的变化中 这个我常常看到 这些硬结肿块有时候 包括肿瘤按完变松软 然后变成肿脏疼痛 都是算修复的过程 这个是蛮常见 所以患者如果有看过我以前的影片 或书本上写的 应该对这样的变化 应该就会很安心 然后加上我刚刚讲的他这些 这一个礼拜的一些变化 我认为这些应该来看 是体力也变好了 所以应该是好转现象 他也提供给大家 如果当你们在按推 没有痛点的话 那应该是第一个 有可能患者感觉不敏感 就是像我说的循环不好 那你还是要帮他按 按完之后按到深层 他当下也说没什么特别很大的痛 但你看回去 经过我按的他就会变化那么大 之前那么多人帮他按的 为什么不会变化 就是不到位 我认为是不够深层 所以这一次我希望说 在演讲 就是去香港演讲之后 有手法课 那可以教导大家 如何利用身体的知识 把那个我们的手的一些工具 把它带到深层 而不要用满力 因为你用满力 反而按不到深层 那患者也不一定 如果痛有时候是疲漏的痛 反而不是深层的 这些也是关系到手法 所以这一个患者我的感觉是 热炎没问题 但却手法出了问题 好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老师的补充 老师那我们今天的实作放完了 我们今天的直播 答疑和实作就播到这里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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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